台灣也經歷了 我從小也被掛過狗牌 說我禁止說母語 談起這段語言壓迫處境 正是因為八月底 中國官方針對內蒙古自治區學校 發布一項雙語教育政策 要求以漢語教材取代蒙古語教學 引發上萬名蒙古族人上街捍衛母語權力 眼看當年發生在台灣的童話政策 將在內蒙古重演 十一號上午多個人民團體 站出來聲援 他說你們台灣的原住民族 已經沒有一個族群是安全語言 所以我用這樣的痛心 今天站在這個地方 就是要呼籲 你的母語你好好的講 別人的母語你好好的聽 你千萬不要像中國共產黨一樣 自己要宣揚自己的漢語 然後把別人的母語踐踏 我們聽到中國國共產黨 用這個幾十年前 這個國民黨所用的非常卑劣的手段 要去壓制一個少數民族的語言 就是因為經歷過當年的禁說族羽政策 導致當時的族羽環境被破壞 更加速流失族羽使用人口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議長 阿布斯也用族羽說明 族羽消逝的背後大致牽涉到民族存亡 小致關係到個人對自我身分的認同 面對中共再一次企圖 通過語言政策進行種族同化 立委林昌佐跟吳立華也到場支持 提到挽救各族方言 國家以透過立法層次 加強語言傳承發展 也呼籲北京當局懸崖勒馬 還給蒙古族人應有的語言權 還給蒙古族人語言權 原資新聞就是馬許家榮 臺北市採訪報導